你还好吗 我有话跟你说 我没话跟你说 林漫其实没有针对你 她也是一个很热爱厨艺的人 威斯也去法国蓝带进修过 所以她今天只是很单纯地 想跟你探讨一下 霍林顿牛排的做法而已 我觉得 没有必要对她有那么大敌意 真的 她越爱吹 她是法国蓝带 她单纯 是我不配 你之前说得没错 一个物品的价值 不在于它本身的价值 而是取决于它在什么位置上 而决定的 所以它是法国蓝带的 它做得就该贵 你在我家吃也就嫌贵 顾首男我的话 不是让你这么理解的 我 你们只是很 单纯地在那儿探讨一道菜的做法 选用什么样的食材和我去你家吃不吃饭 这是两回事 能不能用一个 正常人的思维逻辑来想这个问题 对 我不正常 我没有一个正常人的思维 我在你的世界里 我就是这么这么渺小的一个厨师而已 我到不了你的高度 我不管它逻辑不逻辑的 但是我的逻辑就是 你一个人不可以吃两个女人做的菜 为什么 为什么个屁 你没有为什么 不行就是不行 我来这儿不是在跟你探讨 我应该去吃谁做的菜这个问题的 我 真的是太幼稚了 对 我以前是吃得惯他做的菜 但是现在我吃得惯你做的菜 我只吃得惯你做的菜 我承认你很特别 但请你不要太特别 你特别到我已经 我 我 我开始犹豫我 我 我不知道 你没有什么好犹豫的 我就算特别对于你来说 也只是个厨子而已 你是一位厨师 但你 不你 你不仅仅是一位厨师 你还是 你跟我 你 你能给我点时间 我思考一下吗 我需要确认 你需要确认是吗 我 你要确认 小贺姑跟香姑哪一个贵人 还是确认我做的饭好吃 还是那个黎 黎 你 你 我不让你提醒我 确认好了吗 好了你就出去 回到你该回到的位置上 我都不知道我的位置在哪儿 我告诉你 宋乔一号 法拉利 总统套房 那个离什么呢 是面 反正总而言之 你就不该出现在这个厨房里 你会知道我的位置到底在哪儿 你会知道我的位置到底在哪儿